大家好 请看我身后这台庞然大物 它就是乒乓球机器人庞博特 它是我们国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能够对乒乓球进行规和对打 今天我们把最强人类代表邓雅萍老师 请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 就请您来帮忙检验一下庞博特 看看它到底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好 很开心 就是不知道这个庞博特它紧不紧张 它紧不紧张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的研发团队负责人 可能有点小紧张 海伯你好 跟我们大伙说一说 庞博特作为一台乒乓球机器人 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们身后这台庞博特乒乓球机器人 相当于小学到初中的一个水平 小学到初中 那想问问雅萍姐 您作为教科书级别的 您打算今天怎么来检验庞博特呢 那我这样 我也带一个小学中学水平的乒乓球运动员来 我的一小助手 绝对是一位公平公正的好老师 我们欢迎小助手 为什么这小助手看着如此之眼熟呢 他是我儿子 林汉明 欢迎汉明 大家好 我现在是北京二队的队员 我打球四年了 哇 你看 咱小伙子多精神是吧 作为一个门外汉 我想替观众朋友们也问上一问 从你们内行来看 主要考量哪几个维度 冰方球其实基础上来讲是速度 速度 然后是旋转 旋转 对 所以这两个极其重要 那你打算怎么检验呢 咱们按不同的级别来 比如说我们先是匀速轻一点的 看看咱们这个机器人能够把球能够接回来 然后咱们再提高点速度 再提高点力量 再提高点旋转 你看它这个成绩就起来了 那就请双方就位 可以 可以啊 哇 我这个可以啊 你是在跨儿子还是在跨机器人 可以 可以可以 我们设计了这个乒乓球机器人 首先它是有一个高速度立体视觉系统 可以捕捉到这个乒乓球 那么它可以把这个球回到球台上面来 哎哟 哎哟 感觉它俩很默契啊 不相上下呀 看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是最初级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和力量 那么目前看起来 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还可以 哦 要最初级都过不了关 我们就不把他放就来了 他是一个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 他在跟对手不断对打的同时 会收集他的数据 然后进行自我一个学习 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初衷 是要去推动这个国球的一些普及 用科技去帮助和辅助我们运动员进行训练 要想帮助我们高水平 超高级水平的运动员能够提高更大的这种强度 因为我们还可以再看看稍微高一点点的速度 还有其实乒乓球最难的就是旋转 我们这个庞博特是专门为乒乓球这项运动而设计的 我们目标就是要去打高速的高悬转的乒乓球 是不是得冠军亲自上阵了 我上啊 好呀 可以 来来来 好 我们请雅萍姐就位 在本次检验中 邓雅萍将在对打中采用高速球 上弧弦球 下弧弦球的打法 对抗庞博特乒乓球机器人 好 邓雅萍是曾经的中国女子乒乓球第一人 是我国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她擅长快弓结合弧圈球打法 在比赛中以快速修轰 做成顽强的风格著称 打球速度在同代运动员中最快 面对来自邓雅萍从一到南三个回合的检验 今天我们的乒乓球机器人 庞博特能成功回击一球吗 我是希望能够在第一回合开始给他加一点难度 其实很多是试探 我要看看他的视频到底怎么样 来 咱们试试啊 你看 给我打测旋球各种变化啊 是吗 邓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加了点速度的 我觉得这个速度上面 我觉得他能接上挺不错的了 那他为什么没有成功地接到这个球 这种球路可能是之前没有碰到过 当他完全不知道这个球怎么接的时候 他可能就不会动 然后就是旋转 逼方球最难的就是旋转 好 那旋转呢 我们又分上旋和下旋 这是两个基础旋转 那现在呢 就是基础旋转的上旋 试试看他会不会接 好吧 上旋球 他不太好接 因为他上旋球的话呢 我们叫弧旋球了 他会是制造旋转的 这样子这个球一般来讲 如果说业余的人不太会接弧旋球的时候呢 一碰他就会飞 就是强烈的上旋球 我们叫弧旋球 我们加入旋转之后会怎么样呢 哎呀 他什么意思 他对旋转球现在是适应度是比较差的 他是可以接到这个球 但是在这种旋转情况下 他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回球策略 来回到准确的一个位置 刚才是基础旋转的这个弧旋球是上旋 那现在呢就是基础旋转的下旋球 试试看他会不会接 好吧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下旋就怎么接 一接就下网 到底最后一个回合 庞博特能不能够抓住这最后一个机会 为自己证明和代言呢 我们拭目以待 挑战 开始 我感觉这个庞博特好像他有自主意识 还可以拐来拐去的 因为这个机器人之前都是和我们工程师在打 他打的球基本上是和我们之前工程师的 给他对打的这种球速 其实差的不是太多 所以他应付过来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接的还这么刁钻 对对对 真不错 是我们之前的数据到4万组的这个量级 那邓老师过来打 他其实他打了一两百组吧 那么他其实就已经变化了 而且已经变化了非常明显 这个是给到我们的惊喜 我们回来了 课试完之后 您认为这个机器人给您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震撼我觉得首先能够借回我们的球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了 不像现在的单一的发球机 动一个弹炮弹一样的 但是确确实实从目前它的水平来讲 我认为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 但是机器的学习能力我觉得是不可限量的 所以我又不敢小瞧它 那您觉得是培养一个人类运动员世界冠军快 还是会把庞博特培养成世界冠军快 我大概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作为中国乒乓球队 拿世界冠军的 大概训练平均15年 15年 对 下一步的话需要让这个机器人跟我们练 像大循环训练这样一样 今天打这个打法 明天打那个打法 那这样的话 它其实它的学习能力会超强 我想可能不需要15年的时间 我觉得有个8年10年这样子 他们都老对着一个工程师练呢 你说是吧 练的都是工程师的水平 而且机器有一点好处就是 它不会疲惫 你想一般的运动员一天的训练量 大概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 但是机器人他可以上午晚上下午 分别安排三个高手打 只要他一天内学习的东西 可能给一个运动员一年学的东西 都要多 太对了 他不会紧张 不会害怕 他面对您儿子的时候 和面对您的时候 他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机器在很多方面 其实他是可以超越人类做到更好 没错 感谢 感谢人类的强者 今天来到现场 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 让我们感受到了未来 谢谢 请到厂下休息 来 谢谢 谢谢